先站后看好运不断 大家好 我是欢歌 在聊方块K的剧情前 我们先聊一聊巨物 虽然它不是主角 但巨物除了脑力担当外 还有一种独特的气质 这种邪魅的帅气 到底来自于哪呢 我放两张照片 大家一定会瞄动 不屑于顾的眼神 还有眼角下独特的类质 巨物和富江撞脸了 虽然巨物不像富江一样 能野蛮生长 但是玩世不公的态度 对世俗的不屑 还有内心的脆弱 都极其的相似 这导致巨物俊太郎 虽然出场的时间不多 却拥有了一票死中粉 富江的能力是重生 那么巨物的能力 就是它的高智商了 在第12局投票中 出在晒脸的巨物 给出了惊人的准确数 23 与结果完全相同 其他玩家扣2分 这个操作直接送走了 负8分的高利贷从业者 放带女 九头龙的脸上 也写满了惊讶 骗人的吧 为什么你知道 我选择了什么数字 你偷看了吗 这是犯规 犯规 不懂的话 你可以问我 我不介意告诉你 我是怎么知道 你选择的这个数字的 首先 通过前面的投票结果 和你的表现 我发现 你还出奇的是位老实人 无论局势如何发展 你只是想着 如何选择安全数字 这也是 我要跟你配合 送走那两位 高智商选手的原因 既然你是个 保守的老实人 以致九头龙 会在零和一之间 选择一个数字 为了避免重复 你一定会选择一个较大的数字 在以往的投票中 50以内都是比较危险的范围 所以被排除了 而你和我配合时 我们两个人都选过100 为了避免出现大数字的重复 90到100的范围 也不在考虑之中 现在只剩下51到90之间的数字了 首先排除60 70 80 90 这四个整数 再排除55 66 77 88 这四个叠数 这两种都属于容易被选中的数字 然后再去数掉 除了被1和本身外 不能被其他自然数整除的字数 这些毫无规律的字数 反而容易被选中 导致出现重复 所以你也规避掉了 还有在日语中因为发音简单 经常被提到的3 5 8 与这三个数字相关联的数字 也要去掉 这样一来 就只剩下6个数字了 最普及的电脑操作系统 分32和64位 这样就可以排除掉64 69 就更不用说了 是一种双人配合完成的高难度动作 72 容易联想到72个小时 而76 则是康飞公司的润滑油品牌 在日本的加油站 经常看到76的大牌子 现在 仅升62和74 两个数字了 我选哪个都能赢 具体用一轮送走你 还是两轮送走你 就交给运气吧 我这样说 你大概可以死得明目了吧 方代女被眼前的这位医学院高材生 完全看透了 也没有什么好遗憾的 毕竟以她的能力 想要通关方块K 是根本不可能的 接下来就看剧屋的了 因为淘汰了一位玩家 现在增加一条规则 如果一方选择0 那么选择100的 获胜 这条规则几乎颠覆了游戏 已经不存在每人投票的烧脑和复杂了 变成了0 1 100之间的博弈 0能战胜1 1能战胜100 100又能战胜0 看似简单的猜拳 却主宰着两个人的命运 巨物连平手的机会都没有 必须做到三局全胜 而九头龙三局一胜就能赢得比赛 九头龙 问你个问题 假如你是资本家 现在有两个选择 选择一 就一个在媒体面前身患重病的孩子 不但能让他康复 还能收获名利 选择二 在地球的另外一边 遥远的非洲 有一百万个难民小孩 饱受疾病的煎熬 用一亿日元 可以买一百万个育苗 救他们脱离苦海 你会如何选择呢 我不知道 但我一定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真的吗 选择一百万 那一个人的生命就如同草芥 选择一个人 那一百万人就该死吗 你口口声声地说生命是平等的 是真的吗 我来告诉你吧 给生命贴上标签的 就是你自己 资本家又选择自己生命价值的权利 弱小的生命 哪怕是一只蟑螂也有这个权利 生命的价值是由他们自己决定的 奋斗在凌晨的街道也好 身患残疾也罢 正是因为你那泛滥的同情心 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吧 那么就让我来体恤一下你 你面前的这个正在奔赴着死亡的我的生命 到底有没有价值呢 现在就由信仰生命平等的你来决定吧 说吧 巨物就亮出了自己的选择 一百 九头龙被巨物的话扎了心 原来自己所谓的公平 竟然这么的幼稚 这么的不堪 眼前的这位大学生 居然轻易地打碎了自己的信仰 九头龙按下了数字 第十三轮公布结果 巨物一百 九头龙零 巨物送出 第十四轮开始 这就是你的选择吗 让我活下来 你还是真的搞不清楚状况 你说在现实的世界里 你已经看不清生命的价值了 所以你才留在弥留之国的对吧 游戏的规则就是法律 而你就是要保证游戏绝对公平的对吧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 有的人头脑发达 四肢却很简单 有些人却能够飞烟走壁 这些不同智商体能的人参加你的游戏 既然生命是平等的 那你凭什么决定他人的死活呢 这个游戏正在做的不就是给生命打上价码吗 你所谓的平等真的存在吗 再给你一个机会做出你的选择 巨屋亮出选择结果 100 面对没开二度的数字100 九头龙无言以对 节奏完全被巨屋牵着走 选择1就能获胜 但却违背了自己的信念 到底该如何抉择呢 既然他自取灭亡 就该成全他 但是如果信仰崩塌了 那么当初选择留在弥留之国 就是错误的 不管了 就选他 时间到 第14轮公布结果 巨屋100 九头龙依旧选择了0 生命是平等的 我无法做出不公平的判断 既然我们都到了赛点 巨屋 你赶紧认真起来吧 还真的是为了你的信仰 宁愿付出生命来的 从你选择成为弥留之国国民的时候 大概已经放弃了生命吧 虽然我并不喜欢那些在游戏里死去的人 也不同情他们 但他们可都是拼了性命 想要生存下去啊 可决定他们生死的 不正是你们这些国民吗 跟你这么说吧 没有比现在的我更加认真的时刻了 这才是令我血脉盆张兴奋不已的时刻 你究竟会像杀死其他玩家一样 做出残酷的选择 还是继续坚持自己的信仰呢 巨屋又选择了数字100 两个人的博弈到了最后阶段 本来只是关乎生死的游戏而已 毕竟在弥留之国的人生死 早已自知度外 但游戏却变成了巨屋对九头龙 单方面的灵魂的讨问 九头龙的梦想和初衷 被巨屋踩在地下疯狂的摩擦 到底他该如何选择呢 倒计时结束 因为信仰生命是平等的 所以九头龙无法决定 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他选择同时按下了1和0 把结果交给命运吧 放过K游戏全部结束 通关人 巨屋君太冷 九头龙临死前也释然了 脸上的严肃和烦恼 也一去无中了 虽然运气不太好 但命运毕竟是自己把控的 比起那些被游戏操控 或者被智商碾压而死的玩家 这种自由 不正是人们所向往的吗 看着坠落的方块K 巨屋反而产生了羡慕之情 之前的那些博弈 巨屋也没有答案 如果说九头龙输了 倒不如说 这更像是一场华丽的退场 因为对生命的关怀 对平等的向往 让九头龙在痛苦和烦恼中 反复挣扎 现在 他终于解脱了 九头龙对信仰的追求 对生命价值的尊重 潜移默化间 让他优先按下了零 比起巨屋的咄咄逼人 九头龙还真的不适合 做弥留之国的国民 下集咱们聊一聊第二阶段 心理型关卡 红心J 虽然不是主线剧情 但20个人的自兜混战 使这一关成为了经典 小伙伴们 你的点赞是我更新的动力 投币是我快乐的源泉 让我们一起嗨起来吧 羞羞羞羞羞羞